为了迎接黑色星期五大抢购 有不少消费者特别关注苹果系列的商品 说要推出感恩节限时特惠 也准备要引爆一股排队抢购的热潮了 那么包括最热门的苹果手机 iPhone 7、iPhone 7 Plus 著名商家百思买等大型的连锁商店 都送出了最高250美元的礼物卡 来回馈消费者 那么还有塔吉特连锁商店 也不落人后推出了iPad Pro 449美元起 为果粉们省下荷包 至于苹果专门店则卖关子 希望消费者等到25号 黑色星期五当天再上官网来做查询